俄罗斯特种部队成员全副武装在监狱外待命 现场气愤凝重 俄罗斯南部福尔加格勒 苏罗维基诺镇一所监狱 当地时间23号发生挟持人质事件 四名自称是伊斯兰国成员的囚犯 持刀挟持预警跟其他犯人 去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流传在社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 一名袭击者提到俄罗斯压迫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释放后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第一时间就掌握了相关讯息 俄罗斯安全部队稍晚突击进入监狱解救人质 并表示击毙了四名肇事囚犯 这起事件也是俄国监狱 今年以来第二次发生这类事件 今年6月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 也发生数名人犯挟持预警当人质 之后遭特种部队击毙 部分遭击毙囚犯也跟伊斯兰国有关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